111年全大運田徑賽事 8日起在國立體育大學田徑場開跑 地主國立體大精銳進出 全力奪下1萬公尺項目公開男女組的兩面金牌 8日上午的公開男子1萬公尺 何信航率先通過終點 跑出32分5秒11的好成績 成功將金牌留在自家 這是他個人全大運第一金 也是本屆大會田徑場上的第一面金牌 最後兩圈就先加一圈出去拉個速度 等後面再追上來 然後再繼續跟著 然後最後一圈再全力衝刺 被周克和翔偉追到的時候 其實在想跟著不要放掉 可能我速度比較好 最後一圈開始出去的話就會贏 同樣來自國體的周庭應 以32分7秒36緊隨其後 為國立體大載天翼營 與學弟何信航一同在今年全大運的第一役 金包營用盡全力把獎牌留在自家 從2017那時候台大大專盃 那一次因為賽前第一天要看比賽 結果熱身的時候扭到腳沒筆 然後已經睽違5年了吧 現在2022然後又代表自己學校 其實感覺是蠻特別的 9日下午舉行女子1萬公尺決賽 起跑後由賴庭軒友亞軍組成領先集團 兩人一路纏鬥到最後一個彎道 賴庭軒持續加速拉開距離率先充線拿下金牌 並以35分29秒81創下個人最佳的成績完賽 破大會紀錄載金 當然我這場比賽就是最主要目標是保住金牌嘛 因為是地主 所以希望首先首要條件是保住金牌 那如果可以破的話就是 當然可以有機會當然就是去獨立看看這樣 尤雅軍也以35分31秒97的歇尾之差拿下銀牌 賽後受訪直言本次預計破大會紀錄 如今夢想成真 雖然可惜沒有拿到金牌 但已經對今日的成績感到滿意 有盡全力再跑了 其實今天這個成績是在意料之外 因為原本想說天氣比較炎熱的話 應該是在36分半左右 可是原本也有預計想要打破大會紀錄 全大運田徑賽事公開組的1萬公尺決賽結束 未來兩天將迎來同樣競爭激烈的5000公尺決賽項目 期待選手們能夠超越自我繼續突破拿下好成績 室內高原報導